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焦点视频 肖子敌开运教室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肖子敌师傅 大家好 我是肖子敌师傅 师傅 今集我们要讲一个话题 跟大家息息相关 我相信在现今香港 应该超过九成的人是有上班的 是吧 有上班的时间 他们很多时候都要面对着一些办公室政治 要认清究竟是神一般的对手 还是朱一般的队友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命理的角度来说 都可以帮到大家 折省一些时间 不需要拎对方的事情 才认清原来你是传说中的朱队友 是 是吧 我想请教一下 很多时候 我听过一个都市传说 有些公司 他的老板 可能对命理也有一些爱好 或者有一些研究 是 有时候可能 例如请人的时候 会拿他们的八字 来看看 研究一下 究竟这个同事跟我合不合 又或者这个同事 如果将来我想升职的时候 他先行不行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在一个下属的角度 怎样为之一个好的下属 我觉得一定要忠心 是吧 就是不要跟你做打单你份工 但是又想着 究竟明天何时走呢 是 还要听话 做事有责任感 还有 能力也要有些高 是吧 是吧 就是一个好同事 究竟一个好的下属 怎样去分 是 是 其实是一个好的下属 也有得看的 我们的八字里面 都可以看到一个人 究竟是否忠心 能力高不高 或者有没有责任心 我们有几个组合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到有机会 可能请人的时候 可以用这几个来做参考 首先 我们看看 一般忠心能力高 有责任心的同事 或者人才 是什么八字呢 第一个八字 就是食伤配孕 食伤配孕的人 如果你请到这些人 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的人责任心 比较重 以及他能力比较高 即是说他文武都能够做到 基本上整间公司的所有东西 的运作都可以很精通 很熟练 所以食伤配孕的人 可能是食神配孕 或者商官配孕的人 都是非常适合 做一个 你会招聘他的时候 他很适合做一些 就是员工 如果你能够请到这些人 比较好 第二个八字 就是观任上身 观任上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做事 可能未必很快 或者可能 脑筋都未必很灵活 不过一件事 就是他人比较忠心 和做事比较按部就班 就是说他会很稳定 简单说 做事会比较清晰 所以观任上身的人 通常如果你放他们 做一些文件的事 或者跟签约有关的事 那就非常好 好了 第三个八字 第三个组合 这个是一定要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忠心能力高 有责任 当然是最好 作为一个员工 但是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往往都老实 这个八字来说 那么如果你看到一个八字 本身是财新官 或者财旺新官的话 这些人最好 因为可以助往老板的运势 和做事情 是比较有野心 他一方面做事比较有野心 比较劳力之余 他很助往老板的运势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请到他的话 基本上他可以 令到你的公司的发展 可以峰回路转 就是可能本身发展 公司的发展 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请到他的话 可以助往公司的运势 和助往老板的运势 令到公司可以重拾以前的光景 是的 嗯 OK 那好了 我们要公平一点 是吧 好的下属有八字看 好的上司又怎样看 是 好的上司也是这样看 一个有同理心 有野心也是帮助老板 帮助下属的老板 究竟有什么人呢 一个八字 如果一个老板 他食伤是很旺的八字 通常他都是有同理心 是很喜欢帮助下属 和看出下属的 他会当下属 好像自己的子女 好像自己的晚辈 后辈 照顾的 所以如果食伤旺的人 通常都是一个好的老板 第二 食伤制杀 不论是食神制寿 或者是相关制杀的人 做事都是有野心 会和下属共同进退 作为一个老板 如果他能够和下属共同进退的话 基本上 他已经得到下属的心了 因为有时候可能是 有些 市面上 可能是这个社会 有些老板就是 知道自己的公司做不业了 夹带司徒就走人了 就不会出钱给老板 就是那些下属 但是食伤制杀的人 通常是公司分明的 爱恨分明 所以他做事 无论公司 好还是不好 他都会和下属共同进退 好了 第三样 第三样是什么呢 第三样就是印合食伤 印合食伤来说 他就好像一个 这个老板就好像一个保母 好像一个妈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很体恤的下属 也都很照顾他的下属 就是说如果下属做错事的话 他会非常之体谅的 另外就是 他会常常会教下属去做事 会很用心 很有耐性地教下属去做事 所以 印合食伤的老板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所以如果 一个下属 或者是建中的人 很难 又未必可以 知道自己将来老板的八字 但是如果你能够有机会 将来进入一间公司做事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老板 他有这几个八字的组合来说 那对你的仕途发展 都非常之有利 是的 嗯 OK 大师傅 我想请假一下 刚才你说八字 是 可能我们要 问一下人 才会知道他多些资讯 嗯 是吧 其实 如果我们 可能 假设 我们收到一些资讯 例如八字 何时 或者用多久 才可以大概粗略掌握到 刚才你说的那些东西 一般来说 如果真的想学一些 最基本的八字 我觉得可以学一些 八字的初班 基本上 三个月内 就已经可以掌握得到 最基本来说 起码知道自己是属什么五行 因为原来属什么五行 都可以看到本身 哪一个是你贵人 嗯 譬如 如果你本身是属甲木 木肚 根根的朋友 本身如果是 属牛属羊的身肖 就是你贵人 OK 如果 如果你是属月木 或者属肚 的话 基本上 老鼠 或者猴子 就是你的贵人 OK 如果你属丙火 或者丁火 属鸡 或者属猪 就会是你的贵人 OK 如果你本身 是属任水 贵水的朋友 属兔 属蛇 都是你的贵人 如果你本身是属身金 属老虎 或者属马 都是你的贵人 所以在这个步骤上 找一些適合自己的下属 或者適合自己的同事 都是好的 嗯 影片资讯栏 有萧师傅的联络方法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兴趣 不妨可以请教一下他 甚至乎可以跟师傅 用三个月的时间 认清你身边的人 下一集 我们继续请教萧茨迪师傅 OK 谢谢 拜拜